阿良在直播后的社群平台上发文 透露政港分局将会是六大金刚最后一次团体作品 他感性的说 我的观点来说 真的必须结束才有可能再前进 这句话引发粉丝们纷纷留言表示不舍 许多人感谢过去团队的付出 并留言 天下无不善的言习 梦耀思潮玩节目近日引发讨论 主持团队的成员阿良在昨日直播时宣布 梦耀一代军一正式退役 他坦言唯有告别 残人迈向新的里程 此话让不少忠实粉丝感到动聋 回忆起过去节目的精彩瞬间 这个由台资源Kate 温妮 泱泱 谢坤达与阿布玛丽亚共同主持的YouTube节目 拥有超过233万人订阅 以单元一日系列打响名号 六阶的推出木耀演唱会 木耀运动会等大型企划 累计大票时钟粉丝追随 次去年爆出制作团队集体离职的消息后 粉丝们也鲜少见到六大金刚的完整合体露营 直播中 台资源问道 有些美好的东西都是我们一起度过的 我们可不可以讲 木耀的一代军已经退役了 阿然回答 我觉得可以 我们跟过去告别 但不代表再见 我们只是把过去做一个好好的告别 我们才有更多新的东西出现 不然会一直被卡在这个地方 次去年制作人成百祥离之后 节目的热度逐渐下降 影片的点阅率不如以往 不少观众认为制作团队更换后 节目品质不如从前 对此 台资源直言 不好看你就不要看 好看你就看一下 只有一个人也会做下去 这话表达了他对节目的坚持 也让粉丝为之感动 阿良在直播后的社群平台上发文 透露政港分局将会是六大金刚最后一次汉体作品 他感性地说 我的观点来说 真的必须结束才有可能再前进 这句话引发粉丝们纷纷留言表示不舍 许多人感谢过去团队的付出 并留言天下无不善的演习 感谢你们曾经带给我们的美好时光 日前 关于昆达和Kate等人即将退出木药四超玩的消息也迎其乐意 对此 昆达的经纪人回应 应该让自己忙于演唱会 还为关注台哥在直播中说了什么 不过最近我们能与木药制作单位保持联系 在演唱会结束后 昆达应该会继续参与露营 大家对木药四超玩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对于之前制作人陈百祥的断言 台资源坦言自己只是拿钱办事的人 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好 至于制作上的问题 就由老板制作单位来处理 这番话反映出台资源对节目制作团队变动的一种淡然态度 许多观众都关注台资源在超人气网路节目 木药四超玩的情况 近日他接受采访时 透露了一些幕后的变化 作为该节目的主持人 台资源表示 制作团队已经全面更替 前一批人都走光了 不换怎么办 对于之前制作人陈百祥的断言 台资源坦言自己只是拿钱办事的人 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好 至于制作上的问题 就由老板制作单位来处理 这番话反映出台资源对节目制作团队变动的一种淡然态度 并未对新团队寄予过多期望和希望 除了节目制作团队的大换血 台资源在访问中 也提到了自己25岁的儿子台资的情况 台资源表示 儿子最近刚退伍 已申请好美国的学校 准备前往攻读硕士班 对此他感到欣慰 多读一点更好 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 当一个老师 教授也不错 不过 对于儿子的美国学费 台资源也表示会考虑申请学贷 我暂时先帮他出第一学期 之后会考虑申请学贷 他有这个深造的心 多去深造是可以的 从中可以看出 台资源虽对儿子的深造表示支持 但仍会顾及家庭经济因素 希望儿子能够自己申请助学贷款 先前曾有消息称 台进被台积电挖角 但台资源则表示 我觉得暂时不要这么快工作 他也没想往学术面发展 可见他更希望儿子 能够专注于深造 暂时不要太早就业 除了谈及家庭和工作 台资源在访谈中 也提及了自己过去 曾经与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合作的一日幕僚经历 这也一度引起外界 关注他的政治倾向 对此 台资源直言 不管是谁执政 都要热爱这块土地 他同时也表示 看好先前从严议圈 转战部分区立委的郭玉琴 希望他能够为国家 做更多的事情 大家对于这件事 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 Linux每天给你最新 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但最让人惊讶的转折是 在离职一个月后 百祥在Instagram上 公开了他的全新身份 他正式成为网红 开设了自己的频道 他首支影片的题目是 问批是好剧吗 针对近期非常火热的 海贼王真人版进行评论 YouTube热门巨头 木耀四超玩的幕后核心人物 转型惊人新身份 近年来 YouTube频道 木耀四超玩 一直是观众的新头号 拥有超过234万的订阅者 该频道所推出的一日系列 风靡一时 另外还有众所期待的 木耀演唱会和木耀运动会 娱乐效果十足 但最近该频道爆出大新闻 多名核心团队成员相继离职 其中最受瞩目的 便是幕后制作人陈百祥 众所周知 陈百祥在节目中 与主持人台志员 有着不可替代的互动模式 他通常不露脸于镜头前 但他的幽默与节奏感经常为节目加分 让观众捧腹大笑 当制作团队大规模离职的消息外泄时 陈百祥在社区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全黑的图片 暗示他也将跟住团队一同离开 此次员工大量离职 有部分原因在于公司的内部政策调整及重组 有的员工因裁员而离开 有的则因不接受公司的新安排而选择辞职 百祥提到 即使未来的木耀四超完会由Eric领头持续推进 但在深思熟虑后 他认为不论从整体环境还是自己的状况来看 最好的选择还是和团队保持一致 但最让人惊讶的转折是 在离职一个月后 百祥在Instagram上公开了他的全新身份 他正式成为网红 开设了自己的频道 他首支影片的题目是 问批是好剧吗 针对近期非常火热的海贼王真人版进行评论 除此之外 他还透露自己的未来计划 计划将会在YouTube推出自己的Podcast节目 这个消息一出 网友们的反应热烈 很多人在留言中表示 不习惯看到他真正的面容 毕竟之前 他总是在木耀四超完中 以不露脸的方式出现 但更多的人则是表示 会全力支持他的新节目 并对他的新开始表达满满的祝福 结语 无论是在木耀四超完 还是独立开展新事业 百祥都展现出了他独特的风格和魅力 期待他在新的领域中 能够继续带给观众更多惊喜与欢乐 陈百祥也提到 麦卡贝的老板Eric将会接手木耀四超完 成为节目的新领导 这样的变动将会对木耀四超完的未来 带来重大的影响 YouTube频道木耀四超完 近日传出惊人消息 该节目的幕后团队传出集体力值的风波 并且连续两周未如期在周四播出例行直播 此项剧变引起广大网友与观众的关注 对于这项突发事件的真相 制作人陈百祥于7月13日亲自透过社群媒体 Instagram出面解释背后的原因 并表明未来节目的运作模式 陈百祥在Instagram上发表声明 指出由于公司政策调整 节目团队进行了重组 这其中包含有员工被裁剪 以及有员工因无法接受公司新的安排 而选择自行离职 他确认了目前制作团队的大部分人员 已经离开公司 尽管公司对于陈百祥个人有未留的举动 甚至愿意让他留任但停薪 但他表示经过深思熟虑后 决定还是选择与团队共进退 对于这项让许多人震惊的决定 陈百祥也提到 麦卡贝的老板Eric将会接手《木耀4超玩》 成为节目的新领导 这样的变动将会对《木耀4超玩》的未来 带来重大的影响 许多粉丝与观众都对于这个节目 能否继续维持其风格与精神充满疑虑 对此 陈百祥选择了沉默 他说 对于未来的节目细节 他不再适合发声 制作人陈百祥的IG全文 我是百祥 想针对我个人的情况 还有团队的情况 跟大家回复一下 公司政策进行重组 有人是裁员 有人是没办法接受公司的安排而离职 现状是制作团 对都离开公司了 非常非常感谢公司 对我的未留以及慰问 给我很大的空间 让我游停 据我所知 接下来的木耀将会使 埃里克领军继续努力 埃里克有明确地跟我表示 他会主导阶下 来的一日系列的拍摄 团队所有的变迁 他也都有跟主持人沟通清楚 未来的节目细节等等 我不适合发生 所以在经过了 旁扶永远这么长的时间的思考 我也很明确地跟公司表达过 现在这样 无 论是整体环境 还是我个人的状况 最好的考量 是我跟助团队共进退 谢谢老板 老板娘 所有的团队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观众 这段日子依然这样的支持住 在美国的外景当中 我看到了 埃里克跟主持人们的热情与毅力 木耀虽然改变 但值得期待 我今后也会作为一个粉丝 继续支持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 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的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